Sanam!大家好! 很多老朋友久没了 也非常高兴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从今年春节之前在中国的一次直播课 春节的第二天我们就来到美国 到现在差不多快有一年的时间 没有和大家用这种直播的形式见面了 真的非常想念你们 我相信你们也知道我对你们的思念 因为我把这种想念画为我们的课程 用我们全心全意做好每一堂课程 这样的一份礼物奉献给大家 好 真的是春去东白 一转眼冬天就到了 在冬天的这个季节当中 养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选择在冬季的这个季节 做一堂直播的关于冬季养生的理论课程 它既是理论课程 同样也是将我们在冬季养生当中需要注意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养生 给大家做一个理论性的普及 好 好 让我们双手寻前合十 需要注意的事情 深长的吸气 深长的吸气 缓慢的呼气 再一次深长的吸 缓慢的呼 下一个呼吸 我们进入房间链接 深长的吸 Om Nam Zither Harp OM N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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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到的课程是不一样的 瑜伽的课程 它一定是感受类和知识类结合在一起的课程 下面我们由一个小小的练习 介绍到我们接下来的体验的课程当中 大家首先选择一个舒适的坐姿 你可以坐在垫子上 也可以在办公桌前坐在你的椅子上 完全的都可以 无论在哪里 现在你只和自己在一起 你只和我们修宁瑜伽的课程在一起 关闭双眼 收射我们的意识向内 将内在的意识定进在第三眼 双手找一个很舒适的位置放在大腿上 你可以双手手掌心向下 放在你膝盖的上方 深深的吸气 通过寻常的吸气 去感受 你的呼吸 有多深 有多长 缓慢的呼吸 再一次伸长的吸 同样的 将你的呼吸 放的缓慢 让它变得很深 很长 缓慢的呼吸 我们最后一次 再一次伸长的吸 一吸 去感受你的吸气 可以到达你身体的哪一个位置 它可以继续向下 向内 最深 可以到达哪里 缓慢的呼吸 好 相信 大家通过 三个伸长 而缓慢的呼吸 已经感受到了 我们吸气 可以进入到我们身体 进入到最深的位置 是哪里 有人 也许 只是胸腔这里有感觉 有人 也许是 太阳神经童 这里有感觉 也许 也许 经过长期瑜伽练习的朋友 在丹田的位置 也许 也有很明显的感觉 好 无论你的感觉 吸气的感觉 停留在哪里 都没有关系 下面 让我们进入一个非常简单的手印 这个手印 在传统的瑜伽练习当中 被称之为水手印 大拇指指尖 和我们小手指指尖相处 其余的三个手指伸直 非常简单的手印 这个手印啊 看着很简单 但是它的作用和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好 让我们再一次进入到体验当中 双手水手印 将我们的手放在膝盖的上方 手肘伸直 脊背延展竖直 心轮打开 肩膀放松 散额微收 调整两个呼吸 关闭双眼 将内在的意识向内 好 接下来我们再一次来体会 深长缓慢的呼吸 深深的吸气 非常深的吸 再一次去感受 非常深的吸 非常深的吸 去感受你的吸气 可以一直向下 很深 缓慢的呼吸 缓慢的呼吸 最后一次 深压的吸 让我们慢慢的放松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是改变了手指的位置 一个非常简单的瑜伽的练习 但是我相信 如果大家和我刚才一起来做这个练习的话 你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发现自己的吸气 已经可以越过胸腔向下 到太阳神经丛 通过太阳神经丛依旧向下 到肚脐 有的朋友甚至可以到达夏丹田 甚至有的人可以一直到达海底轮的位置 这就是瑜伽最神奇的地方 他和普通的运动和健身房的练习 是绝对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你在健身房 去通过健身或者体育运动的练习 你肺部这个肺活量的增加 那可不是说在我们这一吸一呼之间 你就变得很大了 你是要通过很长时间的锻炼 才能达到让你肺活量有如此的提高的 那么通过刚刚这个短暂的水手印的练习 我们知道瑜伽的练习简单 但是却可以非常神奇的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而水手印是我们冬季养生当中一个入门的练习 我们在冬季养生当中有水手印加火呼吸的练习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练习呢 因为在中医的五行当中啊 肾脏是属水 肾脏在我们人体的功能当中 主收藏 肾脏 肾脏 藏经 主 今夜的不输代谢 主纳气 而这三个肾脏的功能 在我们刚刚这个简单的水手印的练习中 都可以得到提高和强化 所以也许你没有时间去做整套的提示 但是一个小小的水手印的练习 却可以达到你强肾和固肾的效果 非常感谢大家在屏幕前的请听 我们接下来继续会讲到在冬季的养生当中 为什么来养生 当我们向窗外环顾四周的时候 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 外边已经是草木凋零 阳气肃杀 冰冻重复 生气收纳 万物必藏 等待着明年的春发 这是大自然的解律 而我们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我们人就应该跟上大自然的脚步 在我们人体当中啊 肾脏是我们人体当中 主宰收藏的 它通于冬气 是我们身体的封藏之本 在传统的中国道教和中医当中 非常提倡天人合一 那么说起来很高深的天人合一 实际上如果我们详细的去探查它的究竟的话 也就是我们人体的养生 要跟上老天的脚步 所以在冬季当中 我们对肾脏进行保健 进行清理 对和肾脏相关联的恐惧的情绪 进行一个化解 也就是我们跟上老天的步伐 进行了天人合一 在我们人体当中 肾脏主收藏 那么它藏的是什么呢 它主要从三个大的方面 对我们身体进行一个像管家式的管理 首先第一点 肾藏经 第二点 肾负责我们身体筋液 包括水液 尿液 汗液 等等 这些都属于筋液 它管理着我们身体筋液的生成 不输排泄 第三点 第三点 肾主 那气 可能第三点大家比较陌生啊 如果不专门研究中医的朋友 可能对第三点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第三点实际上在中医理论和道家理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一一的说一说这个 肾主藏经这里啊 我们人体的精气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大类型叫先天之经 在《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描述的 人始生 先成经 经成而脑随生 骨为干 脉为盈 筋为刚 肉为强 皮肤尖而毛发长 这是我们生命刚刚来到父母的母亲的子宫当中 然后由父亲的男经和女经构合 形成了我们现在生命的经气 先成经 经成而脑随生 经气有了以后 我们的脑随才慢慢的生成 然后才慢慢的出来骨头 出来血脉 筋和肉才慢慢的长成 这是我们生命啊 诞生就是由精气转化而来的 在《黄帝内经》当中 还这样的描述到 女子七岁 慎气盛 耻耿耕发长 二妻而天鬼至 任脉通 太冲脉盛 月事已时下 故有子 男子 丈夫八岁 丈夫八岁 慎气时 发长 耻耿耿 二八 慎气盛 天鬼至 精气 易泻 阴阳和 故能有子 这就是我们人体啊 从生命的开始 由精气转化而来 我们出生了以后 我们的肾脏 就把先天之精啊 很好地储存在 我们机体之内 女孩子到了七岁的时候 肾气开始向上蓬勃 旺盛的生长 男孩子从八岁开始 那么在女孩子前七年 男孩子前八年当中啊 这个肾气 它是非常好的 被收纳于我们身体之内 到了身体该发育的阶段 肾气才蓬勃 旺盛的和我们五脏六腑 以及身体的四肢百孩 相互运行配合 所以到了二七二八的时候 男孩子和女孩子分别 便有了第二行征 这是先天之气 先天之精通过肾脏 在我们身体当中得到了筑藏 那么后天之精呢 后天之精同样 也是由我们肾脏进行一个收藏和部署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天要呼吸 要吃饭 我们吃进来的水谷的精微物质 摄入到身体以后 会传送到我们各个脏腑之内 我们每一个脏腑都有他各自的精气 那么各个脏腑吸收水谷精微物质 转化而成的精气 如果有了盈余 便会转入到我们的肾 肾就把这些盈余的精气进行收藏 收藏了之后 我们的肾会把这些精气啊 转化为其他的用处 第一个用途 用后天之精气来补先天之精 所以说我们吸收到的营养非常关键 很重要在生活当中 因为后天的精气 可以来弥补我们先天的精气 另一方面呢 就是肾脏会把收藏好的这些精气 转化为肾气 肾气上行 这些肾气上行以后 会继续和我们的其他的脏腑 进行相互的配合 使其他的脏腑在缺少精气和营养的时候 得到补充 形成了我们肾与其他脏腑 互相可以转化精气 叫互跟互用的这个循环 在我们肾与其他脏腑相互配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脏腑的精气转入肾 肾经把通过肾 肾经便转化为肾气向上行 而肾气呢 则分为阴和阳 我们的肾阳也被称之为原阳和真阳 它是各个脏腑的阳气之本 肾阳具有推动和激发脏腑功能的作用 同时它可以温序我们的全身 一个肾好的人 他全身一定是暖暖的 他的手一定是温润的 他的脚一定是很热的 而肾阴呢 是我们全身脏腑的阴液之本 它起到宁静和抑制的作用 同时他可以滋润我们的全身 所以一个肾阳和肾阴啊 完全充足而平衡的人 他的身体是温暖的 同时他的身体是滋润的 如果冬季啊特别干燥的话 你的身体总是感觉很干脱皮 是吧 一定是在肾阴的方面需要增强 无论是肾阴还是肾阳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出现不同的状态 大家都不要着急 我们首先接纳自己在生命当中的 每一个状态 每一种模式 同时大家也要非常的有信心 因为在我们昆达里尼的瑜伽练习当中啊 有很多套强化肾脏的练习 我本身就是这些练习的受益者 所以我才非常积极 也是非常发心的 愿意把这些好的练习推荐给大家 我在练习昆达里尼瑜伽之前啊 手脚经常是很很冰冷的 同时我年轻的时候得过肾鱼肾炎 经常在冬天的时候 偶尔着凉就会复发 那么通过一年多不到两年的练习 肾炎不再 就是即使在冷的天 我偶尔着凉了 它也不会再复发 而且非常神奇的是手脚的温度 真的是得到非常好的改善 实际上我们加州现在的天也很凉了 大家可能还说冬天还穿这么少 甚好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也希望大家通过我能看到我们生命当中啊 通过这些非常保有技术含量的瑜伽的练习 可以让我们生命的质量和生命的数量都得到非常好的提高 这是肾主藏经啊 在肾主藏经的这个作用当中啊 不好意思 我这前面有一炉香 在肾主藏经的作用 起到这个作用的同时 肾也是在藏中有泄的 就是它收藏的同时 它也有泄 肾者主水 在皇帝内经中是这样说的啊 肾者主水 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 故五脏胜疾而能泄 五脏弱疾而能补 所以说 当我们五脏的精气 很圆满 很充沛的时候 肾就会吸收我们五脏的精气 进行储藏和转化 当我们五脏精气弱的时候 肾就可以把它储藏的精气 不输给我们其他的脏腹 从而去滋养其他的脏腹 大家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注意啊 因为肾它就像一个银行一样 如果你总是用肾 肾储存的这个肾经和肾气 来补充其他脏腹的话 银行的存款总有一天会用光 当银行的存款用光的时候 那么我们是要卖房子 卖车卖地吗 那就动用到了你先天之精气 一旦后天之精气不足的时候 我们便会消耗先天之精气 而先天之精气的消耗 就会带来我们生命数量的减少 所以我们尽量啊 通过后天精气的弥补 来补我们先天之精 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才会越来越有数量 而且越有质量 肾主收藏同时有谢谢的表现 还有就是肾会易泻精气 以生殖之用 就是我们要通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来满足我们作为人类的繁衍 但是一定要有度 如果没有度的话 那么你精气泻泻的太多的话 真的是非常赏身体的 好 肾主藏经啊 这是肾主藏经 我们主要从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两部分来做了一个说明 那么肾除了收藏我们身体的精气以外 肾还主宰着我们身体水液的代谢和部署 大家都知道 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是共同协同工作的 这是在中医当中啊 非常有大局观 有整体观的一个对身体的概述 我们身体的脏腑在共同的协同工作当中 完成了身体经验的身体经验的生成 不输排泄 而在我们刚刚所讲的肾收藏经气当中 大家都知道 肾为各个脏腑的阳气之本 肾气上行 肾扬运行 会起到对各个脏腑推动的作用 肾气的生腾和气化 以及我们肾音的滋润和宁静 肾扬的温序和推动的作用 会帮助我们身体的经验 帮助我们身体其他的脏腑 对筋液的不输排泄 起到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 当我们肾音或者是肾阳 出现薄弱或者不平衡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筋液不足 或者是排泄障碍的问题 比如说身体的水肿 在肾主水当中 除了肾调节我们今夜的部署以外 肾还主宰着我们身体的尿液 我们身体的尿液 是通过三胶的水道下行 于彷徨 但是并不是说彷徨去管理 我们的尿液的排泄 彷徨只是储存的一个器官而已 还是肾在这个尿液的代谢当中 起到重要的作用 是肾气的蒸腾 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向下的水液 重新进行了一个分清别拙 轻折上行 重新布输到我们的肺 进入到肺以后 进入到我们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 然后着着向下 排入到我们的彷徨 然后再通过尿液排出体外 所以肾会对我们身体的水分进行一个这样的收纳管理与部署 这是肾在水液方面收藏所起到的作用 如果我们肾阳虚弱的话 那么我们会出现尿少水肿的情况 如果我们肾阴虚弱的话 会出现尿贫而排尿的次数增多的情况 所以无论是肾阳还是肾阳出现问题 我们的身体都会有感 都会有感知 或者都会有反应 无论这个情况 有还是没有 大家需要注意就好 同时我们进行强化肾脏的练习 就可以很好的来预防 或者是来治疗已经出现的问题 在肾阻收藏的第三个方面 我们会讲到肾阻纳气 刚刚我就说过 如果对中医不是很熟悉的朋友 对肾阻纳气这块就不是特别的了解 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呼吸是通过肺的 但是在中医整体的呼吸循环系统当中 是这样阐述的 肺为气之主 而肾为气之根 并且来保持吸气深度的作用 肾气和肺气相结合 可以防止我们呼吸的浅表 肾气对肺气深度的 也是肾主收藏的表现 如果我们的肾和肺 就是肾和肺 肾气和肺气不能相交的话 那么肾就不藏气 不纳气 这个时候我们在身体上 就会表现出来 你的呼气是多的 吸气是少的 同时就是气喘 哮喘 然后呼吸非常浅表 只是在胸腔上端和喉咙的这个位置 很多人呼吸下不来 就是肾气和肺气不能相交 在这一点上 大家可以去观照 去查看自己的呼吸 在我们瑜伽当中 刚刚我们练习的水手印的呼吸 就可以非常 它是非常简单的动作 但是就完全可以解决 如何将我们肺气 肺的气向下引 然后与我们肾气相交合 那有人说 肾的气是 摄受他藏所有的精气 那我现在知道肺怎么和肾相交了 那我们心怎么和肾相交啊 是吧 我们的肝怎么和肾相交啊 因为在中医里边很多病 很多问题 比如说中医会说 心肾不焦 肝肾不焦 是吧 那么 针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冬季的养生里边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冥想 只有11分钟 这个冥想啊 就会带领大家 引他藏之气入圣经 会让我们把其他脏腹的气通过这个练习 非常明显的向下导引 进入到肾的这个位置 嗯 就是和其他比如说气功的练习不同的是 气功的练习很多时候你要有特别多的观想啊 去观想这些气在你身体当中 是吧 走 大泥丸 小泥丸 这样去观想 而我们瑜伽的练习非常简单 只是一个动作 就像我们水手印这样一个动作 嗯 你就可以 引气下行 那么我们将其他脏腹的精气 向下导引 同样 就是一个动作 有手印 有姿势 然后内在的关注点 呼吸 伸长缓慢 十一分钟 如果在整个的冬天 你可以每天都坚持这样一个十一分钟的练习 我相信 明年的春天啊 一定会有一个 与以前大不相同的你呈现 非常非常神奇的 这些练习 这是我们讲到的 肾 的收藏 这一部分 在我们人体当中 肾 主 收藏 而冬季啊 万物都处在一个项内藏养的过渡当中 所以在冬季的养生当中 我们来进行养肾 就是进入到一个天人合一的状态当中 接下来 我还会和大家谈一谈 就是有很多人会认为 在《黄帝内经》当中啊 说到我们在冬季当中啊 因为《黄帝内经》提到过 冬三月 此位必藏 早卧晚起 必带日光 就提过说 在冬天 我们要早睡 要晚起 起来的时候 一定要等太阳出来再起来 而我们昆达里尼玉家 是有早课的 我们现在虽然在美国 但是我们因为有一个共修的团体 大家每天都是四点半 开始起来早课 做到六点半 长一点的早课就到七点半 那么我们这样做早课 是不是和《黄帝内经》当中的养生相矛盾呢 我想在这里和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 因为《黄帝内经》所谈到的 《冬三月》 此为必藏 早卧晚起 必带日光 这是指正常的 节律的 劳作的 工作的人们啊 他所说的早卧晚起 就是你不要早早的起来 干活 贪黑 起早的工作 在冬天的这个季节是非常伤害我们身体的 是非常伤肾的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躺在那里养肾 和我们做专门的对肾脏的 对肾上线的清理和排毒以及专门强化肾脏的这些体式的练习相比较来说 我们这个练习所对肾脏起到的清理和补充的作用 远远要超过于你在那里早卧晚起 必带日光 所对肾脏进行的这种滋养的作用 就是我们练习的作用是更加强大的 你不能早上起来就干活 就劳累自己 你可以起来做练习 因为这种练习会让你的肾更健康 会让你的肾 会让你肾中的精气 你的肾气 肾阴 肾阳 在这个季节当中得到最好的保养 所以这个问题啊 大家就不要担心 你只要在练习当中 就不存在早卧晚起 必带日光 我们是可以起来做早课的 但是不建议大家起得很早 非常辛苦的去劳作 尽量去在这个时节当中啊 来保养我们自己 接下来我还要和大家说一说啊 我们肾脏与情绪的关系 在《黄帝内经》当中啊 是这样阐述的 在脏为肾 在志为恐 就是说我们的肾脏是恐惧的情绪 所存留的地方 以及生成的地方 恐惧这种情绪 是圣经和肾气 对外在的环境 所产生的内在反应 大家都知道 如果当你身体特别好的时候 你对很多事情 没有恐惧的这种感受 如果你身体很弱的时候 或者你的内在的精力 不是很旺盛的时候 也许一个大的声音就把你吓了一大跳 所以我们要知道 恐惧在我们身体不同的状态下 所呈现出来的感受 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的预值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肾脏非常强壮 肾脏很健康的话 对恐惧的这种反应 你就会越来越少 而你的肾 肾扬特别弱的时候 你对所有的事情 都存在着担心 害怕 当越来越多的担心 和害怕 肾肌肋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造成气下 这种气下就是什么 在丹田之内的气下行 就是漏掉了 都漏掉了 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就会造成肾脏的极度的损伤 严重了 会导致大小便的失禁 会造成难事的胰经啊 滑经啊 这些现象 所以恐惧的情绪啊 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清理和调整 在我们冬季的这一套练习当中啊 冥想非常多 为什么安排这么多的冥想 是因为冬季主收藏 在冥想的练习当中 我们是以收藏吸纳宇宙的高频能量为主的 在我们对肾脏的这些情绪的清理当中啊 我们会有消除极端负面情绪的冥想 然后去除紧张 清理压力的冥想 还有一个冥想非常好 叫做一个果断而不纠结的人 它是解决我们内在冲突的 这个冥想 还有一个叫发现自信的圆满 平静 找到我们平静内在的冥想 然后我们昆达里尼玉家 非常有名的可瑞坦的冥想 也被我们列入到冬季的肾脏练习当中 因为可瑞坦冥想是平衡五大元素 在平衡五大元素的同时 实际上就平衡了我们各个脏腑之间的能量 我们每个脏腑在五行当中都有不同的属性 而这些不同的属性都会通过五大元素的平衡 而得到相互的调和 我们都知道 慎是我们身体的先天之本 而我们先天之本来自于我们的家族 来自于我们的祖先 所以在冬季的养生当中 我们有一个冥想 是疗愈祖先的冥想 他可以向上 汇集到我们上辈的七代祖先 然后包括我们自己 向下可以祝福到我们后七代的子子孙孙们 这个冥想非常好 非常强大 是一个非常强 非常强大的清理的冥想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去和自我 以及和我们家庭 以及我们家庭的模式 做和解的一个冥想 我们很多常年坚持昆达里尼瑜伽的朋友 曾经坚持过四十天的练习 刚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泪流满面 真的是这样 但是我看到他们从泪流满面 逐渐过渡到喜悦平静 到最后是一种喜气痒痒的状态 那种幸福快乐 是从眼睛里边 好像要迸发出来一样 真的是非常好的冥想 在冬季养生的课程当中啊 我们安排了手印 呼吸 体式 以及冥想 各种大餐 等待的大家 昆达里尼瑜伽 是非常好的 具有 超越我们人类现代智慧体系的 古老的传承 希望我们大家能在这个传承当中 去找到和自己的链接 并通过这个链接 真正的提升我们自己生命的质量 接下来 我会大家 我会带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小的练习 我们做一下对肾上腺进行清理的一个非常简短的练习 大家来感受一下 双手啊 小手指 勾在一起 食指 中指 无名指向内 回勾 放到我们 掌根的这个位置 大拇手指向上延展 然后我们手的位置 然后我们手的位置是放在太阳神经丛的前方 双手小手指用力向两侧拉 小臂与地面平行 然后我们大拇手指用力向两侧来拉 保持大拇手指指尖向上延展 在简易坐姿当中几倍延展竖直 心轮打开 肩膀放松 下额内收 伸长的吸气 缓慢的呼气 小手指用力拉向两侧 去感受你的内在 当你小手指和手臂用力向两侧拉的时候 去感受你身体的能量 越来越向你的腰的附近和周围来集中 几倍向上延展 好 保持着这个坐姿和双手向两侧拉的力量 我们进入火呼吸的练习 开始 火呼吸啊 每一次吸气 腹部向外打开 呼气 腹部用力向内收 随着呼吸 保持腹部非常有力量的弹动 在这个练习中 我们腹部啊 要用下小腹向内 非常有力的去进行收束 保持你双手的位置 在太阳神经丛的高度 不要向上 在太阳神经丛这里 保持非常有力量的火呼吸 双手 用力向两侧拉 保持这个力量 保持火呼吸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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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气 屏吸上提跟索 满满的吸气 屏住呼吸 跟索用力向上提 去感受你身体的能量 收紧背部肌肉 呼气 再一次吸 吸满 用力向上提跟索 收紧 收紧我们背部的肌肉 呼气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吸 屏息 上提跟索 收紧 呼气 慢慢的放松 放松一下我们的双手 很简单的练习 但是可以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清理到我们的肾上线 大家都知道线体在全身当中啊 它是没有自主运动的功能的 只能靠周围的肌肉对它进行挤压 从而做到清理和排度 刚刚我们的练习 你感到热了吗 一定会感到的 它会让我们身体产生热量 非常好的清理到我们肾上线 肾上线是我们身体各个脏腑 处于紧张 还是休息状态的司令部和指挥中心 当你需要高强度兴奋的时候 肾上线会大量的分泌 当你需要平静休息的时候 肾上线的分泌就会减少 但是当你肾上线 这个线体如果不通畅的话 那么一定会影响到 你肾上线素的分泌 和对我们身体各个脏腑的部署 所以强肾 从清理肾上线开始 我们冬季第一套体式 是肾上线清理的练习 希望大家在练习当中 我们还可以见面 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双手胸前合十 深长的吸气 缓慢的呼气 再一次深长的吸 我们一声 双手胸前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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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